结婚后还向着婆婆的男人往往有这三个缺点 很多女人结婚后都要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总是觉得老公更爱自己的妈妈 无论什么事情,无论对错都向着他妈妈 就是传说中的妈宝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样的老公你还会选择嫁给他吗 其实小编要说的是 如果一个男人是有责任心的 是个靠得住的男人 那么自从结婚那一天开始 肯定就会转变自己角色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儿子 他还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一个孩子的父亲 所以他要呵护你 学会照顾你 而不是只会做一个盲目孝顺的儿子 如果一个男人娶你 仅仅是因为他是男人 要完成结婚的使命 娶你是为了传宗接代 娶你是想娶一个人 回来当长期的免费保姆 那样的话 这个男人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呢 因为在他心里 他并没有把你当成爱人 所以也不存在做事情会向着你 当然也只会向着你的婆婆了 所以女人要懂得 一定为自己而活 你只需要知道男人的缺点 日后在生活中给他改正就可以了 一个在结婚后 还向着婆婆的男人 往往有这三个缺点 第一种 就是那种传说的妈宝男 而且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不管父母说什么 都只会点头 都觉得是对的 这样的男人是一种绝对的妈宝 不管妈妈说什么 都是对的 如果一个女人不小心嫁给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那绝对是人生中一件痛苦的事情 因为在生活中很多事情 你没有办法和他交流 因为他的准则一切是听妈妈的 而且是只听妈妈的 所以如果日常生活中 你和婆婆出现了意见不一字 可想而知 你老公肯定认为是你的错 是你蛮不讲理 认为是你故意惹怒了婆婆 并且会给你扣一个不孝顺的帽子 要知道妈宝男是没有自己的思维的 他不会考虑是你错还是婆婆错 统一认为是你的错 这种男人 无论是结婚前 结婚后 都是一个样子 就是无药可救的妈宝男 第二种男的 就是那种心胸狭窄 即使连自己的老婆也是各种不信任 各种不放心 心胸狭窄的男人是很可怕的 这种男人还恣意大男子主义 并且一天到晚说的 不顾小家顾大家的全局思想 其实这种思想不是别人造成的 而是因为这个男人的品性决定的 这些男人心胸狭窄 自私自利 而且还容不下别人在心中 即便是自己老婆 自己的枕边人 也会一直防备着 绝对不会放心 因为在他心里 你一直是一个陌生人 是一个外人 这样的男人肯定不会像着你 因为在他心里 你还不是他的亲人 所以可想而知 在日常生活中 你又怎么会有地位呢 很肯定 他只是像着他的妈妈 女人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有些男人是不能触碰的 第三种男人 就是那种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主 都不能自己决定 全部都要依靠父母来解决和下结论 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男人很常见 毕竟在每一个家庭里 都或多或少对孩子有一种怪 父母总会把最好的都留给这个所谓的儿子 但是却很少让他们去干活 去吃苦 往往这就导致了男人即使在结了婚以后 还是做事不独立 不成熟 如果你嫁给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那么你想想 你的日子会好过吗 你不是嫁给了一个男人 而是你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儿子 还是一个不听话的儿子 女人在选择结婚的时候 选择这个男人成为自己的依靠之后 一定要记得 我们要选择的是一个靠山 是一个能呵护你关爱你的人 不是选择一个妈宝 什么都不能帮助你